先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表单让他们输入 这个表单就是一个罗伯的坑 那他只要帮我输入姓名三个成绩 爱新增之后 平均成绩我帮他算 因为我VBA里面可以帮他完成 另外合格不合格 会帮他可以加上去 然后呢多重 我也可以帮他判断 OK 所以我这边的话 假设我今天输入一个人的名字 那最好是Enter 你要不然其实用键盘都可以 输入资料Enter Enter 再Enter一下 资料就过去了 不用再按这个 都不用离开键盘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但是呢你会发现 输入资料会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可能这些有些人 明明一定要输入成绩 但是他就是不输入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 要有防呆的机制 判断什么呢 如果他没有输入的话 他一定会让他一定要输入 如果他又没输入 还是一定要输入 所以一定要输入 第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说 他输入了 可是成绩没有这么多分的 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要防呆 所以你要把他怎么判断 如果他不是在0到100分之间的话 就是要跳出一个警告 跟他讲请输入0到100之间的分数 还要贴心一点 删掉 重来 你是打错了吗 OK 你累了吗 是不是 一定要他输入正确的 这样子对了 enter才会过关 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我想到的 本来应该输入成绩 他就给你输入这样子 有可能 所以之前的同学说 老师 我资料里面很多应该要输入数字 结果人家都帮我输入文字 怎么办 我说你刚开始就应该要防止他做一些 不应该输入的动作 应该把他挡下来吧 如果你没有挡下来 后面更麻烦 所以如果你要有一些资料给他输入 你就先建一个表单给他 其他资料都不能给我动 只有这边可以输入而已 这样就一劳永逸了 对不对 以后他只要没有经过这里 就无法输入资料 另外呢 我后面的资料可以把它保护起来 他没办法动 当我输入的时候才可以解开输入资料 这样不就好了吗 一劳永逸 像这个也是一样 Enter 有没有 他会跳出 还可以叉叉 请输入数字 Delete掉 重来 比如这个 这个也不对 Enter 这里往往也有房单 这个也有 这个也有房单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 他一定要打正确的 才有办法输入 所以待会会教各位什么 一 如何建立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这个叫什么 这叫表单 以后的话 你就叫人家输入 你就叫他在这里输入 其他地方都不能输入 其他地方都不能动 都把它锁起来 这样的话呢 避免一些麻烦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他没有输入资料 或者是说呢 他输入资料不正确 那我们就把它防止他做错事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这个做复杂一点 其实可以做一些输入介面 像进销存 其实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只是说不要做 比较复杂一点的东西 OK 那请各位呢 先了解一下这个逻辑 那云端的部分的话 我有在我们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